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湛北高原 有一个两次入选央视纪录片的小村庄 在一片荒联的高海拔戈壁中 将人拉入一片神山圣湖的视野 他与世隔绝 热情又静盈 也被无数旅行爱好者称为第二故乡 他就是位于当日雍错湖畔的文布兰村 我和队友小罗开着北斗星置在阿里中线 沿着地图上未被标记的进路 从错勤抵达当日雍错 在阿里的这些天 沿途遇到最多的风景 是大片荒季的土地 和一片片结了冰的冬日湖面 所以当一片蔚蓝的当日雍错 映入眼帘时 我还是激动于他的浩瀚美丽 当日雍错作为西藏著名圣湖之一 最为偏僻 最为神秘 也最令人向往 不管是长年往来西藏的资深游客 还是初次入战的旅行者 都对当日雍错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怀 他是西藏面积第四大湖 中国第二深的湖 南北走向 形如鞋底的大湖泊 三面黄山 围南岸达尔果山东侧 有一缺口 南面的达尔果山 山顶鸡血终年不化 达尔果和丹若都是古象雄语 意为雪山和湖 他们一个是神山 一个是圣湖 被本教徒奉为神的圣地 他们山水相伴 相复一威 此处人际罕至湖水 明镜清澈 美不胜收 而位于当日雍错府办的文布兰村 被很多内地人称为战北 唯一能成为故乡的地方 文布兰村悠久 并不在于他传承千年的龙根王民 而是因为他是西藏高原 神秘的古老宗教 本教的发祥地 也是象形王国的副地 历史上 这里曾是一个古老的原始宗教部落 而直至今天 这个小山村 全村一百来富村民 清一色都是本教信徒 在高寒缺氧的高原上 文布兰村有着独特的气候条件 人们能在田野和湖泊 避年的天地间 耕种两田 在春夏之际 春上大片绿色田地 伴着一盘碧南的湖水 和对岸威尔雪山 让人仿佛置身 世外桃源 但由于我们来的时间不对 所看到的景色也就不一样